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跟同学们来开始介绍 第十一章有关于问卷和量表的设计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编号上面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区分成三个影片分段 那第一个分段我们介绍所谓的单向度的量表 然后我们看这个分段重点里面 我们首先对于量表它的意义 跟同学们做一个解说 然后让同学们了解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面 有几种通用的量表可以运用 那接下来第二个和第三个这个影片呢 我们分别介绍问卷调查的问卷 我们要怎么设计 然后在问卷里面的针对问相的一些设计的原则 这是我们这一张的这个影片的这个分段的设计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叫做measurement scale 我们叫做量表 它的英文叫做measurement scale 那什么叫量表呢 就是我们用某项规则将你要观察的物件赋予数值的一种工具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就是说我们希望用量化的单位来描述一个直信的概念 或是构念的一个工具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们就是有规则 然后赋予数值 数值就是可以量化的嘛 我们把这个量化单位来描述这个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通常都是一个直信的构念 直信的构念 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里面 有很多的所谓叫做construct 就是直信的构念 好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量表的定义呢 好的示意图 比如说我们研究的事项是有关于移民的态度 那你可能设计很多关于有关于移民的态度 比如说你认同国家开放这个外来移民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允许移民住在你家的附近嘛 或者是你允许你的女儿与这个儿女与移民交往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 这个都是有关于移民的一些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对移民态度的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有深有浅有难有益 所以我们就要用某一种规则 比如说我们用0到10的尺度 或者1到5的尺度 这就是规则 然后我们去访问受访者 针对每一个问项 就问他在这个规则下面 他所反映出来的数值是多少 所以说我们用一个量化的数值 来代表直信的态度 这就是所谓的量表 measurement scale的它的意义 好 我们要再讲到这个单向度量表之前 要先跟同学们厘清一下 量表 他量表和我们问卷上面的差异 我们讲说量表叫做measurement scale 然后问卷呢 我们通常叫做questionnaire 那他们两者的之间的差异 请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到 通常我们如果称为量表的话 那就是一份问卷 就是一套问卷 这已经设计出来 针对于那个研究的构念 他已经设计出来一套这个问题 然后这问题呢 经过不同受访者群体的反复实测 已经验证了这一套问题 具备有反映这个研究构念的性效度的 我们才能够称为叫做量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大学生进入学校了以后 我们会通常会做一个什么性格态度的量表 或者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学习性向的量表 或者是最简单的 我们讲说智商测试 那个已经在经过各种不同的种族 人民这个做了反复实测 已经验证了 他具备有一定的性效度之后 我们才能够称为量表 那如果说研究者自行 针对你的研究目的设计了一套这个问题出来 那还没有经过性效度的验证的话 原则上我们不称量表 我们要称为叫问卷 虽然问卷和量表的形式 在形式上面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的意义上面有很大的差别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量表有很多种类型 那我们讲最简单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里面的单向度 就是one dimensional的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向度的 那我们是探究研究的构念的向度 为构念来做scoring计分 比如说单向的这个向度 比如说包含长度 不是长就是短 对不对 从长短这个地方就构成一个向度 满意度呢 从满意到不满意 也是构成一个向度 认同度与否呢 是很认同或不认同 也是这个都是所谓的单向度量表的范例 好 那多多向度量表呢 比如说我们IQ里面测试所谓的运算能力和词汇能力 OK 好 那运算能力好坏 或是词汇能力好坏 这两个构成起来就变成我们讲说IQ 其实IQ还有一个逻辑了 就是说除了运算能力 还有这个词汇能力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空间的判断能力 这个叫做二维或是多维的向度 那如果说三维的向度 比如说我们要调查这个一种语言 它的语意的差异的时候 OK 就是一个国家的语言 它在这个语意上面是主动或被动 就是态度上面的差异 或是评估起来是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语言 或者是有没有潜能 像这样子的 这个只是做一个范例的说明 那就变成三维的向度 那这种多向度的量表在运用起来就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通常都运用的单向度量表 好 那在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法里面 单向度的量表 我们区分的这三种 一个叫第一个叫Surston 就equal appearing interval 叫做摄氏顿 那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看出来的发展的人 他叫做Surston 他所发展出来一个叫做等距的 equal appearing interval 就是我们讲每一个距离都是约略相等的 就应该讲说等距形的量表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用了很多的 叫做Licker Scale 叫做里克特式量表 它是一种Sermative 就是所谓的加总形的量表 我们的态度呢是可以把它用12345或是1到7 数字越大 加总起来代表态度越强烈的 这种叫做里克特式量表 它是加总形的量表 那另外一种也类似于加总形的量表 我们叫Gottman Gottman叫葛特曼式量表 它是一个Cumulative 它叫累计型的量表 这三种量表的发展的方式 都有一点点不同 那我们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法里面 用的最多的是这种 那我们分别来看看 这三种量表 单向度的量表 它的发展概念是怎样 比如说Surston等距形量表呢 比如我们讲目的范例 你要问一个有关于对于AIDS 就是我们讲说 艾滋病态度的一个描述的问卷 或者是量表的话 那我们就要发展这个项目 通常我们发展的 就问项有80题到100题 它的性质必须一致 都是在问有关于AIDS的态度 然后评分的项度呢 项目的评分呢 我们用1到11的尺度 来评估受评者 对于该项目的态度 那这个项目就是这80题到100题问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计算每一个项目的量表分数 比如说你针对于100个受访者 去做了这个问卷的测试以后 每一题问向的medium中位数 请注意到这是中位数 然后还有它的Q3减Q1 就是我们讲说 75%位数去减掉45%位数 也就是所谓的IQ2 就是所谓的百分位距 百分位距就是在中间的那50%的 50%的那个数值的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是一个次序的概念 它并不重视数值的概念 它重视一个次序的概念 所以我们讲就是等距 就是所谓的interval interval就是间距形的资料 是次序的概念 不过这个次序是有等距的概念的 然后我们这个把每一个项目的 量表分数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就去选择我们所要的量表项目 因为你这是80题到100项 可是在正式施测的时候 不可能那么多 我们大概就是30题左右的问项里面 那我们要怎么去选择这些题项呢 从这80题到100题之中 每一个中位数群 中位数群 因为每个项目的中位数都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有几个中位数群里面 我们去选择这个四分位距 较小的这些项目出来 那你如果你有十群的话 我们十群的话 在每一群里面选三个 这个IQR比较小的这个项目出来 然后呢 等到你这30题问项都发展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实施量表的实测 然后我们就针对其他的 比如说600个受访者 去计算受测者 或受访者对于各项态度的平均值 那各项态度就是各中位群 所以这个用这样子的方式发展出来了 我们就叫做等矩形的量表 比如说这是一个范例 比如说我在里面讲说我是AIDS患者 如同我的亲人一样 这也同意不同意 这个里面你是问现在是正式实测 然后表达同意的可能他的得分是6 这个项目的得分是6 就是说你到1到11的项目 用评分嘛 对不对 我们各个得分得分是1到11 对不对 这个得分是6 6的项目 那无人应该将资源着重于预防而非治疗 那这个是这个在发展的时候 它是得分是就是我们讲说是中位数群 中位数群是5的 这个题目 好 那如果我们针对每一个正式实测的受访者 我们计算出来同意不同意 在每个项目里的得分 就是同意的项的总分 去除上你同意项的项数 就是这个受设者对此研究议题的 这个总和的态度 这个就叫做Surston等矩形量表 好 那Lakers加总形量表 一样好 我们可能有一个议题 我们做一个重点提示以后呢 我们发展出来80到100题的 这个问项 然后我们用1到5或是1到7的尺度都可以 那如果我们用1到5尺度的话 然后我们自己去去记录 每一个受评者对该项目的态度 那这时候选择的准句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计算 这个每一个项目的Item to Total Correlation 就是项目对总和的相关 然后我们用T-Test 用所谓的这个T减定 去选择高相关高鉴别项目 10到15项 或者是30项到20项到30项都可以 然后两表正式实测 就是计算受设者对各项态度 1到5评分后 平均所有受设者于该项的评分 这样子的方式呢 我们就叫做Semitic Semitic就是所谓的加总型两表 同学们自己去体会一下 它跟刚才那个Surston的这个问项的选择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它选择是高度相关 有高度鉴别性的项目 好 那Lakers两表范例就像这样 你就问的这些问题 都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这四个这个项目 这个去勾选这个受访者 他自评的态度 那刚才我们说了 在两表发展的时候 我们是用1到5 或是1到7 或是1到9 1到11其实都可以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用一个四个选项呢 那就叫做偶数尺度 就是1到4 1到4 那这种偶数尺度呢 它没有中间值 那我们1到5的话 30中间值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一个中间值 让人家去选的话 受访者可能会有居中的趋势 那你这样问卷的 得到的讯息量就不够 所以我们就用偶数尺度 就是1到4 或是1到6 8都可以 就是偶数尺度呢 它是用于强迫表态 就是你不是左边 就是右边 那左边的话 就是倾向于负面的意见 那右边呢 就倾向正面的意见 这是李克特式量表的范例 那第三种 单向度量表 叫做Gutman Gutman累计型量表 或者是称为叫做 Scalogram Analysis 叫做难易程度的分析 从这个解释上面 我们就知道 它对于这个态度 会有难易程度的区分的 比如说你这个量表发展的目的是 美国人民对于外来移民的态度 一样的 我们在发展量表项目的时候 80题到100题 然后评分呢 就是评yes or no 同意或不同意 是或非 OK 然后我们发展量表呢 就是用这个Scalogram Analysis 就是难易度分析 去选择最终项目 就是按照每一个项目 评试的频率来排序 然后你选择前面的 评试或是否 看你研究的目的 如果我们是希望评试的话 那我们就由频率 由高到低排序 然后选择前面的20项或30项 来作为你正式实测的问卷 量表 然后我们在正式实测的时候 我们就要计算受测者 评定认同项的 这个评分值的总和 就像这样子 我们在发展的时候 比如说评者第7、15、3 他对于项目2、7、5的等等的项目 然后我们就这样按照这个 评yes的 按照他的频率 这样子逐次排下来 然后我们就选择前面的 二、三十项 作为我们正式实测问卷的发展 发展依据 然后在正式实测的时候 针对于每一个问项 现在就是针对问项 他认不认同 然后我们计算他的总得分 那就是他的总态度 这个叫做 叫cumulative 累计型的 累加型的量表 那这三种量表 这个跟同学们介绍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法里面 通常就是惯用的 里克特是 就是加总型量表 同学们记到这点就好了 这个就是这一个影片 跟同学们介绍的重点 这个叫葛特曼是量表的范例 就是你问他 你同不同意 你如果同意勾起来就好 然后去计算 就是同学们自己参考一下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